最后的话就是这个我们2019年这一季的这个所谓的富邦的证券开户的部分呢 其实他们还是有找宝可梦协助推广 但是他给的优惠其实也是跟大家就是去推广也是一样 就是100块 那今年度的这个推广就是比较少 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人跟团 这是因为之前大家都已经跟满了吗 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团这样子 但是呢我还是还是要帮忙推一下 因为毕竟他这次就是送的比比之前还多 之前最高好像只有200 他这次加码到400了 对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您真的有需要 或者你想A好看的部分就是很考虑可以 就是参加这个活动你可以拿官方给你的400 然后宝可梦会再多给你500 对不起50元 所以加起来你总共最多可以拿到450 再加上有一个抽奖的机会 所以如果您想A好看的话 你还没有办下这张 还没有办这个富邦证券开户的部分 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 那因为他这两个他里面有两个任务 你必须要解 第一个任务就是说 你要完成开户并且下一单 那你要下什么东西呢 这其实你买股票的部分 他的这个风险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您真的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买0050或0056 像这种就是所有的就是分散风险 然后0050就是全台湾 百分之70市值大的 那个上市的公司都在里面 那你买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你就风险就不要不会那么高 不会买到什么鸡蛋水饺股 那再两个话就是说 你也可以用零股去做购买 零股的话其实就很便宜 就是几十块几百块就可以解任务了 那你到时候再把它赎回就可以了 那至于任务二要怎么解呢 这任务二他就要做所谓的定期定额买ETF 这部分就比较困难 那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证券分析师的执照 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说你应该要买什么比较好 那我有个方向可以建议大家 就是往那个方向走 就是你可以找就是比如说 投资全球股市或者是全球债券的这个类似的指标 如果富房证券里面有的话 你就往这个方向买 像我自己在美国买那个所谓的 我在TDMH有开户 那我在那边买的就是BTI 然后再来就是BNDX 大部分都是买这一种的 那这种的话就是投资全球的 全世界股市跟全世界的债券 那你用这种东西来做简单的分配 其实你就不用花很多心思去想说 哎呀那我现在的这个东西的涨跌是如何 要去很担心他这个到底是亏啊 还是赚钱啊什么的 这都不用 我只要专心的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就就给这个股市 那我只要赚的就是平均 这个每一年的平均全世界的股市 或者是债券市场的报酬就好了 这对我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富房证券它提供的 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工具 包括所谓的巨横基金也是 你只要在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去挑选就是风险比较低的产品 来做资产配置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其实是困难的 对 对 对